名单大家都关注 那我们已经多次的说 这个名单的重要性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是第三任 那第三任其实已经定于一尊 那其他的留任的 其实都是转换跑道 那这个模式有点点像 这个江泽民时代的李鹏 李鹏原本也是国务院总理 后来就转换到这个人大 委员会的委员长 所以就转过去了 那很明显的 我们估计大概就是这一届 里面我倒比较关注了几个人 一个就是丁薛祥 因为丁薛祥他接 这个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这个职务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的总统府的秘书长 所以他是要负责协调各个部门 例如说协调政协 协调这个人大 协调纪委然后协调 因为就等于是协助主席来协调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栗战书 栗战书在当时 这个习近平接总书记的时候 第一任栗战书就是他的 这个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后来在第二任的时候 栗战书就接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所以丁薛祥也说不一定 在第二任的时候就去接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胡春华 往上接总理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也就是在第二任 假设这个名单是正确的话 也就是假设这一次 李克强调任了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他的位置空出来以后让汪洋 汪洋对台湾也不陌生 但汪洋对于广东跟香港更熟悉 他原本是广东的省委书记 所以汪洋对于经济的改革开放 跟欧美的国家的这种经济的接触 他很丰富 他经验很丰富 所以他接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胡春华 继任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路线的问题导致比较重要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二十大的重要性 就是对于邓小平的时代 做一个总结了 也就是邓小平他当初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是一个途径 但是目标是两个 一个就是四个现代化 工业 农业 国防跟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小康社会 这两个目标都完成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在他二十大之前 一定要把小康社会铺出来 那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的时代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了结 然后接着就往下一个时代走了 往下一个时代那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那也就是说对于现代化的定义 中国要开始有自己的定义权了 这道理很简单 之前我们所谓的现代化 其实指的就是西化 那西化在过去最早的时候指的是欧化 也就是以工业革命的英国 法国 德国 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那所以一切的标准都是以欧化为标准 后来加入了美国 然后加入了日本 我们把它称之为西化 那它西化就成为现代化的精神 再把它转化成为经济领域 我们把它称之为工业化 这样的一个发展 可是工业化已经不能解决现代的问题了 所以才会有工业4.0 为什么 因为数位化的时代来临 AI的经济的产能 很明显的传统的工业的基础 还是很重要 但是数位经济 它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 那么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也已经不下于工业化的一个时代 所以要怎么界定现代化 我们就会留意到欧美的国家中 有人把学术知识的现代化就是科学化 然后把政治的现代化就叫做民主化 然后把经济的现代化就叫做工业化等等 我们用这种方面来界定 可是民主化这个部分里面 在台湾其实也出现问题 因为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 造成了我们的政党的恶斗 族群的矛盾跟冲突 社会的撕裂到很严重的地步 到我们今天为止 台湾这个伤痕修补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发展民主政治 不应该是造成制造仇恨 而我们在台湾却制造仇恨 美国现在也走台湾的后城 美国现在也在制造仇恨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仇恨 而且仇恨越决越深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 然后最后去占领国会 我们看到整个局势都在变 中国大陆提出来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五个领域 我倒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是值得我们媒体去关注的 这样子 军事现代化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军事装备的现代化 另外叫军事文化的现代化 再好的装备 再优质的装备 没有对的人 军事文化高的人来做维修 来做操作 那都是废铁 一点用都没有 那以这个 他在讲的是空军 对 那应该重点是放在 空战的这个领域上面 飞行员嘛 空战这个领域上面 那解放军呢 从以前到现在 我在节目中提过 大陆所谓的20 对我来讲就是2.0 譬如说歼20 轰20 2.0 2.0 我自己搜集资料来看呢 它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开始建立它自己的工业体系 来所生产出来的军备 叫做2.0 我刚才讲歼20 轰20 等等 那 有了这些设备之后 它更重要的是要有更新的操作概念 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是缺的 那缺的最快的方法是学 所以用高清找人来教 所以人家来教的时候 并不见得会教他 这边讲的所谓的军情 应该不会教他军情 为什么 对英国来讲 英国对台海的涉略并不多 但是英国从以前大英帝国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们毕竟在军事文化上有他累积的根基在 虽然空军是20世纪有才有 有他累积的成果在 所以他在军事文化上去学 学他们一些 我们讲战绩 战法 甚至到战术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怎么样让他把空军的人力整个提起来 是很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在现在的太空战 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 制空权永远是站在制海权跟陆地作战的上面的 就是他永远是最重要的一段 我有制空权我才可能制海 我有制空权才可能在地面作战上 站着自己的优势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规划 跟所谓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式的军事现代化 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是 那这边有提到台海问题 我想给观众们分享一个概念 我们常常讲和统跟武统 通常要合同的之前 一定是武统成熟了才可能合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基做得非常好 他这边写了三件事情 从军事准备好了 经济准备好了 外交准备好了 这三个都准备好了 也就是他武统准备好了的时候 才可能出现合同 可是以现在机构来看 什么叫做准备好了 第一种情形是美国落了 第二种情形是中国非常强了 才叫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讲 目前我们观察这十年 中国大陆跟美国 真的是在做经济上的争霸 经济才是他最主要的问题 主战场 因为无论对外被他的封锁 对内自己的人民的人气的维持 经济都是最重要的 尤其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均富 这个脱贫跟均富 这个是最得人心的做法 但为了达这个目标 他是不是要把贫富不均要拉去 因为我们看去年前年 那些大牌的电影明星 一稿都是多少亿 什么网红 一个钟头可以上千万的收入 这个对一般的普罗大众来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就是说你们利用这种机会 利用现代的科技跟什么东西 能够获得巨富 跟你劳力的付出 艺术的付出不相蹭 这个才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所以你拉拔经济起来 是要大家都能够享受到 他所谓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福利 那么这个是对他内部的团结 是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你看他 我们就看去年前年都是这样 那个什么马云 存信这些大头 他怎么样让你把 这个垄断的东西释出来 然后把这个所谓范冰冰之类的 这些大的收入高 超过一般人想象 所以这个问题是对内 对外经济上的确 你说他的国防武力 是没有是全世界第一 离现代化 全部现代化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也不可能跟美国做 军事上 其实两个大国不会发生 军事上重大的冲突 但是他也要利用 现在起飞的速度很快 那么他定的时间 也在一个2035到这个时间 那么最重要的 就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 就是说大家不要认为 他重经济就不会攻台 因为范台他实力已经有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出手 他要看国内的情形 国外的情形 尤其现在打的最热烈的是 资源作战 科技作战 经济作战 那中国大陆的短板 他自己也很清楚了 像这一次晶片战争 他一定受伤 因为晶片不只是晶片 各的销路 还牵涉到电动汽车 很多AI跟高科技的东西 关键技术 关键 所以起码他还要再奋斗个四五年 他能不能突破 这个是经济争霸战里面的一个指标 但是制造业还是在他手上 所以今年除了COVID-19造成的疫情的管控 他那个清零政策实在做得很彻底了 造成很多生产链会断 他的GDP当然现在公布出来并不好看 对不对 但是环顾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GDP又好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同胞 千万不能钓鱼倾心 因为我们研究国防就发现说 他虽然比不过美国 但是在台海周边 美国取不到什么军事上的便宜 那他拿不拿台湾是看这个 他的内外的环境 这个时局变化很快 你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好像该赢的没赢该输的也没输 他就变成一个长期消耗 这是美国看到一个非常甜美的果实 他投资不多 欧洲搞垮 这个俄罗斯消耗也差不多 净利很高 他自己没有损兵折将 对不对 吃亏倒霉的最现实的是欧洲跟乌克兰 那现在台湾应该看了这么多范例了 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将来是干嘛 是不是要跟乌克兰同样一个棋子呢 也要搞得我们战争贫穷饥荒灾难的一个下场 所以最近我也感觉了这五年并不是很太平的 我觉得摊牌的时间快到了 因为这个东西摊牌不一定是武统马上出现 两岸之间的摊牌 对 两岸之间摊牌逼你上桌的要谈判 那我们既不能够战也不能够有把握的手的话 避战是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那避战的跟谈判的条件跟人才跟内容论述 我看现在都没有动 你如果不动的话就是慢慢慢慢逼上火线 逼上火线的话我们的下场就不是很好 所以有的人讲 哎呀 现在好像和缓了 我觉得并不见得 这个东西排布在我们手上 他什么时候出手我不知道 但是你避战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那这个你不做 广在吸收美国的库存武器 你就想能够打一个游击作战 散兵的作战能够确保台湾吗 那是不是一定要到了战争的残酷 苦头藏完以后再去谈了 你没有条件了 所以这点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问题不要太掉以轻心了 那么眼看的就是政治上的摊牌 经济上的封锁的摊牌 它都是马上可能会发生的 对 战争可能是最后的问题了 那也是为期不远了 当前面的所有的手段都失效以后 他会出手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很审慎的应付 这三五年的这个危机 关键时刻 赖教授怎么看呢 将军认为是两岸之间摊牌的时候到了 那么很多外媒在分析是连中美要摊牌的时候 二十大之后是不是也到了呢 尤其他经济十五年的战略思考 已布局下来 对于这个中美大战 其实关键核心必须要一战 短时间的摊牌应该还不到了 彼此之间的较量是从现在开始展开 我只举一个比喻好了 就是说假设 以前中国大陆的一年的GDP是一万亿 就一兆美元 它如果成长10%的话 等于是增加了一千亿美元 那它现在是17万亿美元 就17兆 它增加如果10%的话 那它就是增加了1.7亿 1.7兆美元 那你想如果说你过去一个百分之 你的GDP总额才一兆 那你要你增加10%很大 你才增加一千亿 而它现在是17兆美元 你增加10% 那就是1.7兆美元 可是如果你增加5% 那就是8000 应该是8500亿美元 那8500亿美元 比过去的一兆美元来说的话 只增加成长10% 可只增加一千亿 还是增加8.5倍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说 当你的人均所得 已经高到这个程度 你的总体经济量体 已经大到这个程度 你要增加5% 那就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了 我们台湾也是如此 美国欧洲也是都是一样 日本也都是一样 那因此你要创造的是 更多的高附加价值的东西 可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东西 它基本上来讲是技术密集 以及资本密集的产业 所以它的附加价值才会大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在生产 例如说利润只有5% 你可能要生产10% 20%的这么高利润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里面 你想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的GDP的挑战当然严峻 可是你要突破这个部分 你关键在哪里 在科技 所以习近平在他的报告里面 会这么密度 这么高的在谈科技 这代表他的整个关注度 都放在科技这个部分 那关注度这么大的重心 放在科技 这代表说 整个他会用国家的更大的力量 投资在这个上面 投资在科技上 那就教育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把教育的 这个人才战略 摆在最优先的地位 那也就是说 对于高等教育 也就是从幼儿园的教育 一直到高等教育 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要投入的就更多了 在人才的培养 把国外的人才掩揽回来 然后国内人才创造环境 让他去发展的这个空间 就会更大了 所以在面对美国 要想要领导欧洲跟日本 因为这些都是 美国传统的盟国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 采取围堵 阻止他获得高科技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 的环境中 其实你讲竞争 倒不如应该讲是对抗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中国大陆如何突破 或是如何各个击破 或是如何用联谊横 以破合纵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那就必须要对于欧洲的国家 对日本等 或是韩国台湾等不同的 那么采用这种合纵连横的方法 然后去拉拢 那当然这个东西也要看美国本身 有多少的力量能够拉住住他们 如果拉不住的话 那当然很多国家还是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 因为如果他们不合作 他们相当有可能就错失商机 相当有可能他的竞争力就更弱 这个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以过去高铁来讲 在过去全世界的高铁最强大的 其实就是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日本 一个就是法国 那是他们独断的这两个国家 那所以这两个国家是相互竞争 而他们当时对中国大陆采用的 也都是联合主角 也就是日本拒绝跟中国大陆高铁合作 法国也拒绝跟中国大陆高铁合作 结果中国大陆突破 这几年中国 他突破了 突破了以后 那你看他今天的高铁 已经强于日本 强于法国 我们讲太空战好了 当时美国就是联合俄罗斯 联合欧洲日本等 所有的他的G7 以及G8的这些国家 联合阻绝中国的太空计划 人造卫星 包括太空战的计划 完全阻绝 完全不让它发展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突破了 他在太空战中 明年如果国际的太空战 按照俄罗斯的计划 就不再跟美国合作 那就是要回收了 因为就俄罗斯才有能力 把这个推进器往上送 那俄罗斯拒绝的话 那太空战就要回收 那就只剩下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今年年底 要把太空战建设完成 所以到明年的时候 它开始正常运作 全世界唯一的太空战 很有可能指向中国大陆了 那我讲这意思也就是说 事实上它现在是 人才科技的一个严肃的 你是我活 应该讲就是 你是我活的一种 对抗的过程中 那当然美国采用的 还是老方法 全面性的围堵 但是中国大陆 能不能突破围堵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自己自力更深 那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对欧洲或是对全世界 它说我们也要走 自力更深 完全自给自主 我还是走国际合作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像 其他愿意跟它合作的 欧洲 日本或是韩国 或是其他的国家 包括以色列都在招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残酷的严肃的一个斗争 那这样一个斗争的 一个发展过程中 到最后谁赢谁输 那就是看谁的 对这个地方力道下的主 吓得够 吓得猛 吓得狠 还有就是他们的科学家 谁的意志比较坚定 谁够聪明 这个当然就挑战了 这个中华民族跟 亚古的萨克逊族 彼此之间的强烈的斗争 这个看起来 就是美国当然也不想输 所以我觉得中国 当然也不肯输 那这个是两个大民族 之间的斗争 看看拉丁民族 怎么选择 看起来 吃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